贩毒将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英国人沙伊克的两个兄弟 星期一探望了他 并为他能保留性命做了最后的上诉请求 53岁的阿克马尔沙伊克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在2008年因试图走私四公斤海洛因 进入中国新疆木齐而被定罪 他将于星期二被处死 沙伊克的家人说他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而且他是被人欺骗 才加入到毒品走私计划当中的 英国首相布朗也曾恳求宽带沙伊克 中国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上诉的请求